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弹性碰撞公式的推导 那这个 接下来推导的两个公式要记起来 并没有说特别难记 最后会跟各位分享记忆的方式 那首先呢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 弹性碰撞它其实就是 碰撞的前后 总动能是一样的 两个物体的总动能 在碰撞前以及碰撞后 是一样的 那我们给它一些编号 如果这个叫一号 这个叫二号 那一开始它的速度呢 叫做v1 那一开始二号的速度叫v2 这样子 那后来碰撞完以后呢 后来的速度我们叫v1' 那二号后来的速度我们叫它 v2' 那他们有质量 两个质量可以不同 一个n1一个n2 一个n1一个n2 好那么 总动能一样的意思就是 碰撞前 它的 一号物体的动能 加 二号物体的动能 就会等于 碰撞后的情况 一号物体的动能 再加 二号物体的动能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就是 第1个条件 那第2个条件就是 只要是碰撞 一定会遵守作用和反作用 然后如果在 只有 这两个物体 互相失利 而没有外力的时候呢 那 总动量就会守恒嘛 那不仅限于弹性碰撞 只要是 互相失利 一定会遵守 动量守恒 所以第2个条件可以写成这样子 碰撞前 N1 其实我刚刚这边应该都要加上 N1N2 这边没有 写清楚 好 那碰撞前的动量 N1V1 加N2V2 要等于 碰撞后的 N1V1π 加N2V2π 就这两个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去推出 属于弹性碰撞的公式了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 东西消掉 像这个 2分之1都有 2分之1就消去了 然后还可以把它写成 N1 我们把 有N1的都放同一边 变成N1 V1平方 减去 N1V1π平方 另外的等号右边变成 N2V2π平方 减掉 N2V2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N1提出来的话 你可以变成 A平方 减B平方 就是 V1平方 减V1π平方 变成了 A加BA-B 那右边也一样 N2提出以后变成了 V2π平方 减V2平方 变成 V2π加V2 乘上 V2π减V2 这样子 这个就是 整理之后的结果嘛 然后呢 我们再来呢把 条件2 把条件2 也变化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是 把条件1 变成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条件2 条件2我们也把它 整理一下 变成N1 V1 减掉 N1 V1π 就会等于 N2 V2π 减去 N2 V2 对吧 然后一样我们把 V1 把N1提出 变成了V1 V1 减掉V1π 然后等于 N2 提出 V2π 减V2 好这样一来呢 你会有两个式子 都有这个 V1 V1π V2 V2π 就是这两个 这一个 以及下面这一个 这两个式子 你会发现 这两个式子 你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些重复 它们有一些重复 它们有一些重复 对不对 好像是 N1 然后这也有N1 V1-V1π V1-V1π 左边 是这样 右边也是 N2 底下也有N2 那这边也有 V2π-V2 这边也有 V2π-V2 那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式子相除 我们把它叫做 好没关系就叫做第1式和第2式好了 好那 就可以变成那个 相除 我们把它相除 相除的结果我们放在下面 1去除以2 1去除以2我们写慢一点 那就会是 N1 然后 V1-V1π 再去乘上 V1加 V1π 然后 这左边 左边相除 1号 式子的左边 除上 2号式子的左边 然后右边相除 右边相除 N2 V2π-V2 乘上 V2π加V2 然后除上 这里要除 2号式子的 右边 那就是 N2 V2π-V2 我们故意 我们故意把它写得这样清楚一点 让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地方可以消去 像是 N1N1消去了 然后 V1-V1π消去了 V1-V1π消去了 N2N2消去了 V2π-V2 V2π-V2消去了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 最后就变成了 V1加 V1π 会等于 V2π 加V2 然后我们再把 有π的放同一边 有π的代表是 是碰撞后的 没有π的代表碰撞前的 分别放在等号的两边 所以变成这样子 V1-V2 等于V2π-V1π 那这个叫做 从 1号 的初速度减去2号的初速度 会等于2号的末速度 减去1号的末速度 那它的口诀呢叫做 我 靠近你 的速度 就会等于 你 远离我 的速度 接近速率 等于分离速率 好 为什么会说是接近速率 分离速率 因为一开始碰撞前 他们互相接近 碰撞后 就会互相远离 然后刚好 1-2 1-2就是 从2看1 比如说2的速度是这样子 然后 1的速度是这样子 我们用长度来代表 速度向量的 大小 那从2看1 就会是这样 这样就是从2看1 就好像两台车 一台车开比较慢 一台车开比较快 那从2号车去看1号车 速度就会是 1号车速度减2号车的速度 那后来的情况也一样 转完之后应该是变成 1号变比较慢 然后2号变比较快 这转完了以后 那他们之间的差异 刚好这个等式也是 v2-v1 所以刚好也是这一段 这个就是 从1看2 从1看2意思就是 你怎么远离我 你远离我的 多快 你用多快速度远离我 所以这是第1个式子 这是第1个式子 重要的第1个 请你背起来 接近速率等于分离速率 仅限于 弹性碰撞的时候才会成立 因为我们用到两个条件 第1个条件是 弹性碰撞的前后 它是要怎么样 它要总动能要营养 这个等号要成立 你才会推出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公式1 它是指限用于弹性碰撞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它带回去 我们把公式1呢 把它改写 变成 v2'放一边 那其他的都丢另外一边 变成了 变成了v1 v1-v2 再加v1' 稍微调整一下顺序 变成v1' 加v1 再-v2 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这个式子 好我们就综合这两个式子 那就会变成 N1v1 带回去这里 好我们就综合这两个式子 我们刚刚的这个v2'要替换 替换成v1' 加v1 减v2 然后再去减掉 N2v2 好这样子 再继续展开它 就会变成 N2v1' N2v1' N2v1 减 N2v2 再减 N2v2 好 最后最后呢你就会得到 就会得到 我们把 v1'移到右边 其实你现在会发现 其实 等号两边已经只剩下v1'了 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可以 把 v1' 求出来 用碰撞前的 碰撞前的这些 碰撞前的这些 速度 知道了以后 就可以求出碰撞后的速度 所以结果呢我们把它 移到 移向一下 变成这样子 移向一下 然后移向一下 变成这样 这个 同学自己练习一下 这只是 移向 移向一下 变成这样 这样的结果 然后 等号的左边你就会剩下 只有 只有 v1'的东西 右边呢 就是碰撞之前的 这些v和v2 v1和v2 最后你就可以整理为 n 这也写错了 应该是 n1 v1 你就可以整理为 n1 再加n2 v1 再加上 v1 再加上 v1' 再加上 v1' n1加n2 分之2 n2 v2 终于结束了 终于能把 弹性碰撞的公式呢 找出来了 这个公式的意义在于说 你可以由 碰撞前的速度 也就是 v1v2 直接 以及碰撞物体的质量 如果你可以确定说它是 接下来发生的碰撞是一个弹性碰撞 那你就可以 从这公式直接预测出 碰撞之后的速度 那你可能会说 这只是1号物体的速度啊 那2号物体的速度 怎么办呢 难道还要再这么麻烦 重复一次吗 其实这个1和2是自己编号的 你要是谁是1 谁是2 其实没有规定 所以我们可以从对称性的想法 你就可以推理出 其实2号的 速度 2号撞起之后的 碰撞之后的速度 跟1号的公式 应该会一样 只是 把数字1 换成2 这样而已 所以就只是把数字1 换成2 就可以了 这就是弹性碰撞的公式 所以总共有 三个 但事实上是两个 因为后面这两个 长得 几乎是一样 请你记起来 这是一定要背的 因为不可能在 其实也可以 只是你可能不会想说在考试的时候你再继续推这些公式 可以花时间 所以 建议你直接记起来 弹性碰撞的这三个公式 第1个就是 接近速率 等于分离速率 第2个就是弹性碰撞之后的 墨速度公式 那记得 这个都只限用于弹性碰撞 因为他们都是由条件1以及条件2 推理出来的 条件1与条件2就是 碰撞前后总动能 一样 以及 碰撞前后总动量 首恒 好那我们 之后的影片再来介绍 什么 有没有什么好记的方式 可以用来记下面这个 好像很难背的公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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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